有些人喜欢喝水果酒 不过现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是酒水果 而且业者已经引进了南台湾 这种酒水果就是把烈酒灌进的水果里头 在经过了一天的浸泡之后 再切开来食用 吃过人都说没有酒的味道 但是其实吃多了还是会醉的 一整颗西瓜切头去尾 再把顶端的肉挖去一块 然后用蒸灌进福特加 酒水果的制作第一步大功告成 酒水果制作过程复杂 浸泡后需要不断翻转 让酒可以分布均匀 不同的水果适用灌进不同的酒类 除了西瓜 香瓜也可以 和一般的水果酒最大不同之处 就是酒水果吃得到肉 还感觉不到酒味 就没有酒味啊 就是完全都是水果的味道 没有酒的味道 对 还蛮新鲜的 就比那一般的水果还要脆还要香 可是真的没有什么水果 不是没有什么那个酒味啦 但是刚刚吃了你突然那个汗蜜瓜之后 感觉有点那种热热的感觉 酒水果外观就像一般的水果 吃起来一口接一口 比一般的水果还鲜嫩多汁 但吃多了可是会醉哦 目前美国夜店最流行这种吃法 网路上也流传 有人吃没几块就昏迷不醒 女性朋友可要提高警觉 中天新闻 陈古敏 张玉昕 高雄报导 请问我唯一答应 您说的